我是林可树 是一名設計師 也是美術學院的老師 平時我喜歡琢磨一些好吃的 做給家裏人吃 今天我來做一道杏鮑菇煎烤原焙 首先用玫瑰鹽和味醂將原焙醃製一下 醃製的時候可以做個調料粉來搭配這道菜 將橙皮粉 花椒粉 香芹粉 小茴香粉 石落粉 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將杏鮑菇切塊 大小與原焙相似 接著在鍋內倒入橄欖油 開大火 火熱以後放入杏鮑菇 幾面都煎至金黃色 取出備用 然後用鍋內剩下的油煎原備 兩面各煎一分鐘左右 表面微黃就差不多了 再放入煎好的杏鮑菇 撒一點玫瑰鹽 噴上白葡萄酒 晃動一下鍋子讓味道均勻就可以起鍋了 趁熱撒上調料粉就做好了 可以搭配一點新鮮食螺增加香味 做我們這道菜 比較關鍵的就是煎原備的時間 如果說怕自己掌控不好火火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橫向的切成兩片 如果說追求更嫩的口感的話 我們就可以選擇次生級的備注 我們今天煎的時候 用的是橄欖油 如果想追求更加濃郁更加香的口感的話 我們可以把橄欖油替換成黃油 粉料的選擇上用的是主料是石螺粉 因為石螺粉在西餐當中 它是專門搭配海鮮使用的 能夠讓海鮮提味 除此之外 為了更好的香味 我們還加入了橙皮粉 這兩個主料之外 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 去選擇一些粉料 其實我們平時也可以多做一些 混合好的粉料備在廚房裡